欢迎光临鲨鱼 带你关注那些有流量却没升量流去资讯 用10分钟的零碎时间 以及跟上这个永远跟不上的世界 Facebook虽然新增卖场功能也蛮久了 但是不仅成效不佳 上面更是充满了诈骗 让人基本上只要搜寻Facebook卖场相关的关键字 最后都会导向很多人背叛 这回又有更厉害的事情发生在了Facebook的卖场 上面卖的东西本来就无奇不有 最近更是成交了巴西的亚马逊的森林 你没听错就是真正的一片雨林 是不是真的很浮夸 然而更大的问题是这块卖掉的亚马逊雨林 是国家森林 而且还是原住民的保留区 这很显然是违法的情况 但却在Facebook卖场上面非常的猖獗 因为这完全不是一个特例 如果滑一下巴西的Facebook卖场 上面多的是一片又一片的雨林等待贩售 而且卖就算了很多雨林商品 还过了Facebook的广告审核 不停的在曝光给更多更多的使用者 而且惊人的是在卖场里上架的雨林 一片就有一千个美式足球场那么大 要是通通卖掉的话 那亚马逊雨林不就又瞬间少了一大片 而且很多雨林的卖家 根本不是那片土地的拥有者 但针对这个问题 Facebook的回应也是相当的没有诚意 只说他们的商业条款 有要求买家跟买家都要遵守法律 然后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 跟当地的政府谈谈了 但也表示Facebook不愿意直接 把这样违法贩卖雨林的商品 从卖场中直接强制删除 然而基本上这个卖雨林的案件 主要有两个大问题 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第一就是没有任何文书证明土地所有权 基本上大家如果用葡萄牙文搜寻一些字眼 像是森林、原始林之类的 就可以找到一大堆商品的内容 附上亚马逊森林某处的照片 还有那片雨林的GPS卫星照片图 甚至很多卖家也直接表明 自己没有土地所有的证明 所以就是说雨林不是我的 但是我卖给你 你钱要给我 这样的荒谬逻辑 第二就是违法卖家 连风险都没有 无本生意真的超好赚 现在巴西亚马逊雨林的森林消失状况 是十年来的最高 Facebook的卖场则完全把这样的情形 又推向了更高峰 因为在这上面贩卖雨林 完全不会被当地政府追踪 一位被偷拍的雨林大卖家 大言不惨的这样说 巴西的雨林大卖家 甚至还提供帮你整地的服务 简单来说就是帮你把一片 充满动植物的雨林直接烧光 变成一片随时可以开始种田的农地 而提供这个服务 就让他卖雨林的价钱翻了三倍 重点是雨林也不是他的 就是国家领土那种原住民保留区 他只负责烧雨林的服务 这生意的成本大概就是一把火 不能再更多了 在这次的疫情当中 一般来说如果要进行检测 多半都是在咽喉当中取样 但之前就有听闻 中国最新最酷最有效的检测方式 是透过肛门检测的这种手法 传闻中因为咽喉中的病毒 好像消散的比较快 所以常常会错过身上有病毒的患者 很多患者的检测结果一直在阴阳间跳来跳去 有可能就是这样的原因 其实身上有病毒 但是在喉咙检测不到 后来他们就发现 他们觉得最容易检测到病毒的位置 就是肛门 只要拿棉花棒戳进肛门3-5公分左右 那个检测的准确度是最高的 虽然听起来有点崩溃 但的确有中国的医生为这种检测背书 当然这种检测方式对于医护人员和被检测者 都是一个煎熬 尤其在检测压力大的情况下 空间不足 大家可能要在同一个空间进行检测 颇为尴尬 医护人员也可能面临一天要戳好几百次肛门检测的转状 不过这个肛门检测从1月实行到现在 坚强的中国人们看起来都顺利的熬过去了 只不过昨天日本政府就正式的要求北京 停止对在中国的日本公民做这样子的检测 据说很多日本公民跑去找驻中国的日本大使求助 说他们被迫接受了肛门检测之后 造成非常严重的心灵创伤 拜托中国不要再对日本人做这样的事了 其实上个月也有关于中国要求美国外交官 做肛门检测的风波 看来外景人士都对这样的检测很排斥 而且也有医生提出 呼吸道疾病就是要从呼吸道取样 不过目前为止 中国都对日本的要求没有回应 坚持肛门检测是有科学依据 而且最新最好的检测方式 红极一时的手机游戏 愤怒鸟的原型 其实就是一支 在美国家家户户认子中常见的北美红雀 超级红的羽毛色 和尖尖的头顶 完全就跟游戏里面一模一样 除了体型没有真的那么圆之外 可说是微妙微小 不过这个红通通的造型 是北美红雀雄性的代表特征 雌性的北美红雀 是带着红吊的豚拙咖啡色 上周就有一位美国的小鸟人士 听他的朋友说 家里的院子出现了一只 异色的北美山雀 一开始他看到手机传来的照片时 以为是因为熊鸟的身上天然色素不够 所以造成身上部分的羽毛 像是雌性一样 是咖啡色的 结果实际走访一趟以后 发现竟然是一只雌雄同体的愤怒鸟 雌雄同体对鸟类来说 是非常罕见的 有时就算真的出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在外观上也不容易看出来 所以这位69岁的男子 这次看到真的非常的兴奋 因为他赏鸟48年来 这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特别的鸟 在身上明显的同时有着雌性和雄性的特征 还记得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头发很丑的去上学 同学狠狠狠的目光和直爽的嘴真的是最恐怖的东西 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就有一位八年级生戴着帽子上课 这违反了学校的服归规定 于是引起了老师的注意 后来甚至被送去了校长室 但校长并没有劈头就骂他一顿 而是问他怎么了 是不是发生什么状况 为什么不愿意拿下帽子上课 可能因为校长的友善态度 这个学生就吐露了真相 说因为他爸妈带他去剪头发 结果设计师把他的头发给剪坏了 校长马上就跟这位同学说 其实我觉得你的发型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校长也知道 对于青春期的同学来说 大人觉得好不好看根本不是重点 重点是同学要是觉得丑 嘲笑他的话就不妙了 于是校长为了让这位同学 能顺地的回到教室上课 很机智的向这位同学 表明自己其实会剪头发 并给他看了一些自己的作品 就像设计师那样 然后校长就真的 这位同学和他父母的信任同意 冲回家里拿了自己的专业剪法套组 回到校长室 在校长室帮这位同学剪头发 最后的发型让这位同学满满意的 然后就顺利的回教室上课 同学的妈妈知道整件事情之后 觉得有点感动 因为正常来说如果违反服役规定的话 可能会被赶出学校请父母来接 但是校长用了真正解决根本问题的方式 来化解了这个危机 今天鲨鱼就到这边结束了 然后鲨鱼从开始到现在 大概过了15周了 感谢大家就是从那时候的现在 或是最近新加入的听众朋友 那如果喜欢鲨鱼的话 记得帮鲨鱼分享出去 然后有什么心得或是想要给我鼓励的话 都欢迎在有留言区的地方 写下你想要跟我说的话 都会再找时间回复哦 那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听听看我的另一个podcast 女友的纯粹不理性批判 里面有时间比较长 然后也很精彩的内容 欢迎大家去收听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 会在那边有就是发新的急速的通知 然后也有分享自己的生活跟吃东西 那就希望鲨鱼可以在每周二十六生日 与大家相见 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